现在PTT就有网友讨论 前几天日本女艺人卢明星36岁身亡 昨天是韩国女星无人会36岁亲生 而现在台湾的小鬼黄鸿生 也是36岁离世 三天陨落了三颗星 全都是在36岁过世 这样的诡异巧合 让网友觉得毛毛的 而今年似乎是名人陨落的一年 从年初到现在 多位名人因为意外疾病或是亲生离世 除了不舍也让各界大叹可惜 先来看到国外今年1月的时候 传奇球星Coby Bryant 因为坠机意外离世震撼全球 而日本喜剧《天王志村剑》 则是在不幸染上新冠疫情 不敌病魔在三月病逝 还有日本偶像三浦春马 也是被发现在8月的时候 在衣柜内亲生 而漫威大片黑豹的男主角 查德威·克包斯曼 也是在8月因为大肠癌病逝 而国内演艺圈 其实也是坏消息频传 在今年3月的时候 国标舞女王刘真 因为开刀脑压过高 不幸病逝 而5月的时候 三金影帝吴鹏凤 倒地促世家中 同样奏事的还有资深女星 东区罗姐罗佩颖 在8月的时候 被发现服用多种药物 意外离世 还有在16日疑似在浴室滑倒 促世的小鬼 这些名人接连在今年 走下了人生的舞台 除了令人感叹人生无常 也让人感到可惜 众星陨落对演艺圈真的伤很大 以上是今天的说新闻 感谢观看